對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 都看得出我曾經跌過下海 幸好阿金利沒有受傷 連相機都沒有跌爛, 簡直是奇蹟 說真的, 幸好我們帶了一塊防水布來 真的用得著 沒錯, 是的 想不到花師奶要我拿的防水布 竟然真的用得著 你動不動? 不如叫阿金過來這邊暖身吧 放心吧, 我不動 不過, 不知你們有沒有人帶多一條內褲來 應該沒有了, 是不是 沒有帶起來, 放在旅館行李那裡 不如我們不要燒下去 你這樣說吧 不要緊的, 放心吧, 沒事的 只要這樣, 很快就會乾的 真的可以嗎? 不過, 我可不可以不要在食物上面養 不如趁你吃吧, 去拿水來吧 我和你一起去 也好, 我也去 甚麼玩 慢著 不要丟下我一個 阿金, 快點過來吧 但是… 來吧, 阿金前輩, 不用害羞 因為照片看不到你沒有穿內褲 你說得沒錯 阿金前輩 不知道晚餐吃甚麼了 我的肚子現在餓得全套下去了 你一直介意自己不要穿內褲 都沒甚麼怎麼吃過的 嘘, 別這麼大聲 哇, 日本房, 很多肉 沒錯, 真是太好了, 前輩 是呀 全部都是女生來, 我想不用我教你們怎麼煮 是呀, 我們會煮的了 那就麻煩你們自己來吧 不用客氣的, 慢慢吃吧 是呀, 真是太好了 新田, 先測火 好呀 先放甚麼下去 前輩, 是不是要倒這東西下去 我想是 唉唷, 為甚麼你前輩 他只是煎了牛肉先 啊, 日本火鍋不是有很多汁浸著嗎 就是呀 喂, 李鴦, 為甚麼你們在煎肉 難道你們想煎出來吃 那你們倆沒有煎了肉先嗎 是呀, 不是用這些汁來煮的嗎 就是要用這些汁來煮 不過他先煎了肉 這樣肉吃起來好像不會過癮的 怎麼是這樣 不是蒙古烤肉才這樣做的 蒙古烤肉是要這樣做的 日本火鍋也要這樣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後退都來不及了 全部都放進去 這樣做好了嗎 不用擔心的 這些東西全部都吃得 怎麼煮都是一樣的 還有一樣東西 這是甚麼 是牛肉 是煎肉之前用來塗在鍋裡的 真是糟了, 前輩 我們好像一開始就做錯了些東西了 隨便吧, 放進去吧 真的放進去? 現在才放牛肉下去, 還有沒有意義呢 現在都搞成這樣了 我們還是不要想太多東西了 快點, 快點, 怎麼辦 現在怎麼辦 你們快點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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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吃飯 快點吃飯 我們快點吃飯 我們就 Dee 拍戲了 好味道 我想要宜 lee聲 好呀 我怎麼看到看不出 連旁邊的一樣 算了, 我們都是快點吃飯 肚子餓比較頂 我也是 好好吃 好軟煞 原來吃進口也挺好吃的 沒錯 雖然肉硬了一點 不過挺好吃的 我還以為整盤都不能吃 不如放些多士進去吧 放些多士進去會比較好吃的 是不是真的 放…放多士 不是放麵團嗎 不是吧 難道只在我們家裡是這樣吃的 我知道多士可以放進洋蔥湯裡醒 原來放在火鍋也行 通常都是放麵團的 不是,我只是問可不可以放下去 這次真是自骨墳墓 對了,阿金前輩 對…你都一樣還未婚嗎 嗯… 不管怎樣也好 我覺得我們今天繞日本火鍋也挺好吃的 反而是我們這邊才有美好的回憶 是呀… 幾天之後… 你們看看,郊外活動的照片曬出來了 看過… 哇… 這間旅館看來不錯 嗯… 那裡真的挺好的 你看看你呀… 又跌倒了,還被人拍了照片 好小事而已,我都沒事 你那天回來的時候 整身都淋了藥水膠寶 我都覺得奇怪的了 你每次去旅行都會損手爛腳回來的 看來你都不適合去旅行的了 整天都是這樣 別管這些了,你看看這張先啦 我們晚餐吃日本火鍋呀 是不是很豪呢 日本火鍋?哪裏像是日本火鍋呀 都是咖啡色的,是牛肉飯而已 雖然看她的樣子不是那麼好看 但是真的很好吃的 真的呀,你是女生來的 怎可以不懂做日本火鍋 這些這麼簡單的東西呀 啊,是呀,花師奶 原來人家不是放些多士進去日本火鍋吃的 當然啦 我們都是這麼巧巧放進去 誰說這麼巧巧 我們每次都放進去吃 沒所謂啦,自家創作而已 還有BBQ吃 看來不錯 好像這樣在河邊燒東西吃 真的很特別好吃 不過你這麼有趣 為什麼你的樣子會這麼尷尬 還整塊臉紅色的 沒什麼,可能因為太陽太猛了 你別想太多了 不是看中午沒有穿底褲嗎 看呀,看呀 看得到什麼呀 什麼事這麼大聲呀 在這裡呀 為什麼會這樣呀 是隻熊 你們不知道的嗎 當然不知道 買一隻熊雜機,你們怎麼辦 不是連藥商交換就可以了 真的一點危機感都沒有 歌老師 哎呀 幹嘛要嘆 Tah氣呀 umble 含 because 暑假真的真的趕快去吃 唉… 欸 不知道其養的生活 agsiler 哪裡 天啊 真的好熱呀 我認為她應該是挺好的 自從放暑假以來 我們已經有兩個星期沒見到她了 就是因為暑假這麼長 所以我覺得很苦悶 如果繼續見不到她 我的愛情會不會跟著結束 結不結束都無所謂 我都沒開始過 對了 川島家正在找哪位 這裡不是索書店嗎 這裡不是索書店嗎 對不起,我打錯了 打錯電話 應該是打錯電話了 怎麼了 你覺得這樣打錯電話也不錯 不如我試試這樣打電話給小雲仔 打她跟她說什麼 不是,是要假裝打錯電話 要假裝打錯電話 是 喂,你好嗎 這裡是花家,找哪位 真的不好意思,我打錯電話 錄下她的聲音,兩天天播來聽 那那個暑假就好像每天都見到她 這樣 可以嗎?我要打了 你幹什麼 糟了,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小雲仔聽電話的機會率究竟有多大 有多大? 她媽媽,她爸爸和她姐姐一共四個人 應該是四分一 機會率是四分一 不過這個時候,她爸爸應該上班,所以是三分一 原來是三分一,就立即打吧 是,那我打吧 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痾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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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幹什麼 你呀 我不可以寫下對白才打 對白? 真是很奇怪 發生什麼事? 阿金,剛才的電話開始只是響了一下 收了線 連續兩次都是這樣 是不是那些騙人的電話 騙人的電話? 就是那種,只是響一下就立即收線的手法 如果你跟著來電顯示,打電話給她 那你就要給很多電話費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總之她再打來,我一定要說一下她 不用這麼勞氣,不用說了 這些電話,不用理她 那怎麼可以 你媽媽是很有正義感的人 好,對不起 請恕我唐特問你一聲 你這一道究竟是不是清新洗衣店 這樣說行不行? 我想你應該不用說 請恕我唐特問你一聲這句 是嗎?有禮貌不是好一點嗎? 但是一般打錯電話的人 都是不小心才會打錯的 如果你一開始就說這句話 會不會有點怪怪的 也對 是呀 快主婦,我想她不會再打來的了 你真的這樣想嗎? 找哪位? 她又是聲音不出馬上收線了 我真的很生氣 人家一聽你就收線 那剛才寫的對白有什麼意義 但要我開口說話,我還是覺得很緊張 真麻煩 對不起,先生 你真想錄下小云仔把箱嗎? 是啊 要… 就這樣,讓我幫你打給她 其實不是那麼難 重點不是要說些什麼 而是錄下她的聲音就可以了 你真的要幫我說? 當然了 記住不要顯示號碼 嗯,我知道了 我打的了,你準備好了沒有? 早知道是這樣的,一開始就讓我說了 準備好了嗎?我要打的了 1,8,4,5 這是花家 請問你究竟想找哪位? 其實我… 是不是玩電話? 如果是的,我會放過你的 不是呀,我打錯電話而已 對了,她好像很生氣,是不是? 是啊,很生氣 為什麼她會這麼生氣? 可能是今天整天都接到不出聲 就馬上收線的電話吧 那怎麼辦? 那她媽媽可能會不喜歡我 怎麼會呢?我們有沒有來電顯示 所以她一定不知道電話是你打給她的 剛才的東西,你有沒有錄下? 錄下了 這就是花家的 你到底想找哪位? 拿電話,我不會放過你 是她媽媽,還要不要? 不知道小雲咀她媽媽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聽她的聲音就知道跟小雲咀相差十萬八千里了 我看她也不敢再打電話來我們家的了 是吧? 是的,那真是太好了 千島,你別這麼灰心了 她媽媽不可能知道那些電話是在你家裡打出去的 但是我怕我這輩子都不能再打電話給小雲咀 傻瓜,怎麼這麼嚴重 我的暑假 我的暑假是不是會因為這樣就這樣結束 不如你再打一次給她 至少聽聽她的聲音也好 但是 放心吧 這個時候她媽媽一定去了買菜,不在家裡 你看,那裡有一個送電話 那怎麼辦 不過反正都寫好了對白 還是再打一次給她看看 打吧,打吧 你信我了,不用怕 你快點打吧 媽媽的電話怎麼辦 不用怕 打吧,打吧 嗯 就在放暑假之前 你說暑假的目標啊 是啊,暑假有這麼多空閒時間 那你打算怎麼過 怎麼過 首先當然是先做暑假作業 然後看漫畫和看電影 就是這樣 還有那樣 哪樣? 買下季限定發售的直張黑蜜瓜雪糕食 這些東西什麼時候都可以做 嗯? 我是說 所謂的放暑假 就是表示我們會有一個月的自由時間 亦表示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去做些事 做些事? 做些什麼啊? 比如說是 用這段時間看完整套外國文學 又或者用這段時間走完東京所有美術館 嘩,所有美術館? 沒錯 是這麼多暑假結束的時候 你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人 什麼?怎樣的人 就是趁這個暑假充實自己內涵和修養的人 原來是充實自己的內涵和修養 是啊,在暑假可以充實自己多少 會直接影響你的存在價值 影響我的存在價值? 好,總算做好計劃表 要看日本文學代表作品二十本 要看外國文學代表作品十本 看二十餅錄影帶 減肥五公斤 學會十首新的卡拉OK喝歌 沒錯 計算平均一日要完成多少 將它們分別隨意三十日 那麼,平均一日的份量是 日本文學代表作品要看0.6本 外國文學代表作品要看0.3本 電影要看0.6餅 減肥就要0.6公斤 分居要學0.3手 厲害,全部要做的日子都是小數 每日要做這麼少都很容易 注意,我一定要在這個夏天成長 是村上東樹的上下集 一於先看這本 不,我集中不到精神了 讓我先把氣勢拿出來 喝一杯咖啡提神,然後再衝刺 法師奶,有沒有咖啡喝? 感受到這裡的氣氛,很難散 糟了,現在幾點? 不行了,不可以這樣下去 不然我的暑期目標就達不到 原來剛才只看了兩頁 晚上之前一定要達到目標 阿金,你過來一會兒 快點過來 怎麼了?我現在很忙 阿金,你快點看看,我們有雪糕吃 有雪糕吃嗎? 你吃雙球吧 如果不快點吃,很快會溶的 這裡的氣氛很差 一個星期之後 我竟然肥了一公斤 那似乎平均每日要減多0.1公斤 才可以達到目標 哎呀,真是激氣 千常通書本書都只是看了三頁紙 要加平均一日的份量 要看日本文學0.8本 外科文學0.4本 錄影解0.8餅 減肥0.3公斤,學生哥0.4手 這樣的進度應該沒問題了 首先由減肥開始 花絲奶,我現在出去跑步很快回來的 阿金,你來得剛剛好 我正在做果汁,你快點來幫我 現在不行,花絲奶 我剛剛想出去跑步 跑步這些東西幾時都可以去的 不過我做這些果汁 現在不下糖就會很難吃 我沒空理你那麼多 不要說那麼多了,快點去雪櫃拿些砂糖給我 砂糖 麻煩你了,待會兒做果汁 你和阿金就幫我掃一下騎樓 蛤?不要吧,花絲奶 我也有很多東西要做的 蛤? 花絲奶這個暑假的目標? 做果汁,洗騎樓 要洗浴室裡的毛巾,收你的櫃 這是什麼? 是我的暑假目標 趁你們暑假在家裡 一定要快點完成這些才行 趁我們在家裡才做 那就是要我們幫你做這些事 耶! 結果還是被花絲奶迫我去做 要看完日本文學一本 外國文學零點五本 錄影帶要一餅,還要減肥零點四公斤 要學新歌零點五首 這次慘了 平均每天的份量又增加了 一個星期之後 沒有進展 我的計劃完全被花絲奶弄亂了 阿甘,你看看 有刨冰 我把上次做的果汁淋在上面 吃不吃 很壞的,為甚麼你經常在重要關頭 走過來騷擾我才行 繼續這樣,我今年的暑假目標 根本就沒辦法達到 你今年的暑假目標 好 這裏寫著甚麼一本兩碗甚麼零點六首 是甚麼來的 一天都是你 搞到我連一天的平均工作量都做不到 一天都是我? 甚麼意思 是你自己意志不夠堅定 說錯了 你真是沒用的 你看看你媽媽 所有暑假目標都已經全部完成了 沒有我在幫你,你又怎會完成到 好啊 就算讓你完成了你的暑假目標 這樣又會怎樣 這樣才可以充實自己的內涵和修養 啊?充實自己的內涵和修養? 要充實自己的內在尾 才可以提高自己的存在價值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讓媽媽來幫你定目標 收定版,花大金今年的暑假目標 每天要打掃浴室,每天要打掃浴室 每天要打掃浴室,敢不敢抹槍 這些是甚麼來的 對家做多一點貢獻 就等於充實自己的心靈 有這些才能才可以幫到人 為甚麼我會覺得你挺有道理的 還有啊,記得洗完那邊的角落頭 一二一二,你要用心 洗完這條之後,就要洗洗廁 跟著就要抹槍 有那麼多事要做啊? 那當然啦,看看 敢不敢收拾鞋櫃 有空就要幫忙買東西 然後幫媽媽打掃浴室 你快手點啦,不要停啊 為甚麼我覺得這個計劃 的目標是令花絲拉舒服一點的 巴生獅子狗 材料是四個人份量 請大家預先準備好五十克蛋糕粉 和以下材料先啦 唉,看來今天我又出不去買菜了 聽說沙甸魚呢 是有可以清潔人類血液的成分 所以很有益的 以前的人經常說吃沙甸魚多 人都聰明一點的 就算是這樣 都沒理由 只有罐頭沙甸魚做菜 就是啦,吃這種東西哪有營養的 你們兩個啊,這樣說就不對啦 沙甸魚裏面有豐富的鈣質 一定夠營養的 就算在發育時期 都一樣沒問題的 本來想不說的啦 花絲拉,你當然因為今天下雨 所以就沒有出去買菜了 對呀,已經連續下五日雨了 所以你… 沒錯啦,昨天只有納豆和荷包蛋 我還在睡著 怎麼看著我啊 你們看,什麼都沒有 你明天想不出去買菜也不行 真的什麼都沒有 花絲拉,如果明天下雨怎麼辦 我記得有些菠菜在最低那格 不過貴到還有 就算明天下雨也要去買菜 唉呀,知道了 接著我們看看天氣預報 已經連續下了幾日大雨 今天終於有些好轉了 而且有些地方還開始出太陽 看來你幾天假期都可以穩定菜 你快點出去買菜吧 不過館場的分佈還不是很穩定 有些地方仍然會有好雨 出去的時候就要留意天氣 或者帶著把傘,有備無患 不記得關掉電池 希望今個假期大家要上 真的好 今天一定要買回舊本 上大出血了 真的有很多東西要買 好像沒有鮮奶了 對了,還有放包,放包 還有牛油 還有牛油 沒有一斤也沒有了 還是買好罐頭 有甚麼事都頂得住 沙滴雨不能少 萬一有內雨怎麼辦 那我就放心了 你知不知道外面有一大塊烏雲來 是呀,那你快買完送好回去 我先走了 再見 再見 不是吧 不是那麼不幸運吧 向這邊飄近過來 等我 麻煩 讓我上車才開 怎麼會這樣 應該會這樣 殺到你吧 快點走 進去 快點 快點 助手 快點 怎麼這麼多 還要走不走 是骨頭老爹 是骨頭老爹 太太 金餐在羅伯很值得吃 是骨頭老爹 這麼大的黑魂很快就會下大雨 老婆快點收點東西進去 快點 太太 今次多了你 這個聰明 真的 真的 這麼巧 很久不見了 對了 真的沒記性了 我要跟你說什麼 我怎麼想都想不起 真是沒用 年紀大就是這樣 到底想看什麼 我生氣了 我以為你是我旁邊屋的野村太太 我借了她馬姐 結果不記得暈 你不要一直站在這裡傻笑 就下雨了 快點回去 是啊 那我先走了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走吧 幹嘛 花絲奶,你弄成這樣 你沒事吧 我不行 花絲奶 她是不是還很不舒服 今天她比玉琳親還受了很大打擊 花絲奶,真的很討厭下雨 沒有啤酒吧 真的嗎 走開,跑快點,走開 你在做什麼 你是誰?